孱弱小伙在唐人街得到一根铁棍 意外穿越发行铁棍居然是孙悟空的金箍棒 得到仙人指点习得一身中国功夫 回到县市一脚踢飞街头混混 今天莫为给大家讲一部奇幻电影 功夫之王 阿衰是一个中国功夫迷 他没事就喜欢到唐人街租功夫碟片看 这天阿衰照常来到店里租碟 在老板隔间里他看见一个铁棍 这让阿衰兴奋不已连忙想向老板买下棍子 可老板说这个棍子是祖上下来的 只有有缘人才能得到不能卖的 说罢便把阿衰送了出去 次日他的学校旁边撩妹 却被几个街头混混看到上来嘲笑 打闹过程中混混想到逼阿衰带他们去抢劫 无奈的阿衰带着众人来到租碟的店家 找不到钱 暴躁的混混开枪射伤了老板 危急之时老板把铁棍交给了阿衰 希望阿衰能帮他找到棍子的有缘人 混混们看阿衰没和他们一边 立刻开始追杀阿衰 一不小心阿衰从楼顶摔了下去 醒来阿衰已经到了个不认识的地方 这里的人说话他都听不懂 突然外面来立群骑马的人 看见他就要追杀 还好有个罪汉路过 一套罪权把这群人打跑了 他发现这个罪汉能说他的语言 阿衰随着罪汉来到酒楼 罪汉告诉他 他拿的这个铁棍很有来头 这个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猴王孙悟空的武器 天庭元帅用诡计封印了猴王 传说会有一个有缘人 帮猴王把武器送回去并解除封印 看来这个人就是你了小伙子 任务艰巨啊 说着一群官兵冲出来就要捉拿阿衰他们 这时他们遇到一个侠女小美出手相处 众人合力痛击官兵后逃了出来 事后阿衰了解到 小美的家人是被天庭元帅杀害 小美此行的目标就是要为家人报仇 几人结伴同行 路上他们又遇到了一个白衣僧人 这个僧人是为了等待拿着金箍棒的有缘人出现 并帮助有缘人前往人间与天界相连的五指山 罪汉表示阿衰就是这个有缘人 于是几人一起在白衣僧人的带领下 向五指山前进 路上为了让阿衰能更好地完成使命 僧人和罪汉还一起教授了阿衰功夫 就这样阿衰开始了地狱般的训练 另一边天庭元帅也听说了有缘人的消息 为了阻止他们 元帅派出魔女小白追杀阿衰几人 在五指山山脚下 小白带着一群官兵找到阿衰 直接出手就要抢金箍棒 好在僧人及时出手才没让小白得逞 随后一群官兵一拥而上 想要用人数优势压倒阿衰他们 可这边也不是傻的 那转身上马就是跑 望着他们逃走的方向 小白射出一只弓箭射到了罪汉 阿衰几人扶着罪汉 仓皇逃跑 他们来到一个寺庙 这里的和尚说 只有天公的鲜水才能救治罪汉 为了不给大家带来危险 阿衰乘着夜色独自来到了天公 天庭元帅答应他 只要单挑赢过小白就给他鲜水救人 可是才学功夫不久的阿衰 哪里是小白的对手 几下子就被夺走金箍棒打倒在地 危急时刻 伙伴赶到及时解救了他 天庭元帅见情况不妙 便要用炉子融了金箍棒 以除后患 还好僧人及时夺下棒子 与元帅大打出手 混乱中阿衰偷到鲜水 丢给了被和尚们抬过来的罪汉 喝下鲜水的罪汉 马上变得生龙火虎加入战斗 这边僧人打不过元帅 便找了个空气 把金箍棒丢给了阿衰 阿衰就趁天庭元帅没反应过来 解开了猴王的封印 煞时间 气浪四射猴王重生 白衣僧人也变成一根猴毛 回到猴王手里 解开了封印的猴王 找到天庭元帅 那是一顿好打 最后天庭元帅得的报应 跌落进了火热的熔炉中 阿衰也在仙人的帮助下 回到了现代 醒来的他又遇到了欺负他的混混 但这次的阿衰 一脚就把混混踹飞了出去 看来这次的经历不是梦呀 木卫说电影 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卫 咱们下期再见